昨天除夕夜家家户户吃团圆饭 马来西亚新山慈祭幼儿园的小朋友 化身成了小厨师 要准备围炉火锅 孩子们从洗洗切切体会到 要吃一顿年夜饭并不容易 想起了经常挨饿的叙利亚难民 孩子们更懂得知福惜福 这一天到学校 慈祭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手上多了一样东西 透过影片老师让孩子们了解到 有食物吃并非理所当然 我们的小朋友他们会想 我要准备团圆饭 那团圆饭要有些什么材料 可是对叙利亚的难民来讲 他们根本都没有这个机会去策划 他们下一餐要吃的是什么 所以从中小朋友们就会体会到说 这个食物得来是不容易哦 有血了 第一次为师长 为园里的弟弟妹妹准备团圆饭 不小心弄伤了手 点点 为什么会切到手 不用心 这样我们切才容易吗 不容易 更明白珍惜食物的道理 因为我们什么都有东西吃 很可怜 没有豆腐要吃 为什么要把一米粒捡起来 对 会浪费食物 然后学妹也终于吃 好难了 然后我们也终于吃我们要怎样 终于吃食物 开饭了 辛苦了一个早上 这餐小小厨师吃的特别甘甜美味 带新闻马来西亚报导 一分钟 谢谢观看